今天我們結尾不同我覺得不錯用 然後他覺得還好 那我不知道怎麼結尾 這我怎麼結啦 我現在應該超凌亂的 我現在很凌亂嗎 沒有你 還好 你無時無刻都很美喔 我不會很凌亂 要開始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要亂花錢 這個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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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 應該是吧 飛的腳就對了 對 傳證就是呢 我們等一下要做一個 非常長程的飛機 要從這裡 多倫多飛回香港 總共15個小時 不對 15個小時又45分 所以快16個小時 現在不是有最長的航空嗎 17嗎 其實我們沒差多少 差一個one hour而已 對 所以就是其實 很長 非常的長 而且重點是我們這次做的是 經濟艙 這就算了 而且它是三個位置 我們旁邊是別人 所以就是 會非常非常緊 小朋友沒有辦法 像上一次就是 非美國的時候 是橫著躺平的稅 這是大家全部都得做的稅 所以我為了以防這樣的情形 我在台灣的時候 就先買了這個 Fly Laser 對 就這個 這個是澳洲的品牌 那其實台灣目前的話 它有 它還是有 就是線上的商店 然後就是 不是很好買 因為這個東西 做的比較大家 好像就是它跟美國欸 然後你也可以上淘寶網看 有很多類似 很像的 就每個人的技術不同 美國是 像美國它是流行 是沖一大塊大氣邊 對 一大塊然後兩塊 那這是分三小塊 因為它就是主打說 小朋友也可以用 大人也可以用 所以就不一樣 這就應該叫做飛機吊床啦 好 好我要開囉 打開它就是這樣 一個包包 就跟裡面一樣 然後它有附一個整個扣關 好可愛喔 然後把它拉開 打開之後 這是說明書 說明書 說明書 它其實吊起來 就像這樣子啦 我看 吊起來就像這樣子 哇 那你可以放幾個枕頭 都可以 那小朋友也可以 就可以躺平睡覺 原來是這樣 對 類似像這樣子 好看一下囉 所以它就變成是 這裡有一個 這個就是吊床 這個就是那個吊床 一邊要黏在前面的餐椅的地方 然後有一邊是放在你的屁股之下 那剩下的枕頭 要放在中間的 喔有哪個屁股 枕頭總共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枕頭是拿來幹嘛 兩個是Large 一個是Small 那就是依據你的身高 你去調整你要的枕頭大小 等一下我們在上飛機 試給大家看 它可以呈現怎麼樣的狀態 那先示範一下它的充氣 它充氣就是打開之後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它充氣泄氣 比一般的那個游泳權快 它是這樣子 那你就充氣 要自己推就對了 對自己推 它下飛機好像自己放氣 對 這樣有點麻煩耶 可是它其實很快 真的喔 就有時候它如果 如果當當兩聲 然後跟你說 喔要下飛機喔 那時候再開始的時候 也都來得起 真的還假的 對它很快 我覺得你推這個推的很好耶 技術很不錯 沒氣了沒氣了 喔你看它中間是空的啦 所以它氣很少 大概就是這樣 吃就是小的 然後你可以再充大的 然後你就可以疊在這個袋子 它這個充氣它變成沒有那個綠子高 所以它就一下就咻 它下一下就卸完了 很快 非常非常快 而且它 可以瘦到非常非常的小 它沒有 它幾乎不太有什麼氣 需要留在裡面 它很快耶 超快耶 不然卸得快耶 也不行啦 然後就是 這個還是要快 因為有三個 所以要卸快一點 大概就這樣 等一下再呈現一下它的使用 起來的狀況給大家 對 今天我們要挑戰 而且我們今天 而且我們今天大家全部穿睡衣 真的就是睡衣 然後素顏 然後就是呈現睡覺的狀態 因為我們就是要上去睡覺啊 是不是 而且我們還有戴拖鞋 跟牙刷 直接介紹一下你的登機裝備 我也 點點 對啊 它好包補 妳這個是 這個是 點點 什麼 點點 點點套裝就對了 這裡也有點點 然後這裡也有點點 然後這裡也有點點 妳太花俏了吧 枕頭是角落生物的嗎 對啊 妳整個就是個角落人耶 接著介紹一下你的登機裝備 欸 妳今天穿什麼 睡衣一從家裡穿出來了 這個是藍色的 都是藍色的 藍色系就對了 哇帥喔 然後這裡褲子也是藍色的 褲子也是藍色的 然後這裡也是藍色的 然後這裡也是藍色的 然後連我的睡衣都是藍色的 厲害喔 妳準備好做16個小時的飛機 欸 真的喔 已經做過啦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 一上去就開始打電動嗎 當然 我要跟媽媽講 媽媽她決定一上去就開始打電動 打到下飛機都還在打 妳試試看嗎 因為電動輪胎就會變 不是 媽媽說可以 飛機上的電視不會沒電 還可以看卡通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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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朋友 你为什么都没睡觉 我有睡啊 你睡一下下而已 然后刚才把这个打开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复杂 我还在研究怎么用 它这个有自年袋 它自年袋就是要绑在这个椅子 我把它绑在这个椅子 我觉得我老婆买这个根本是整我 其实我不太会用 你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面 屁股坐在这个塑料垫上面 對對对 我帮你把你的背后弄好一点 它就是这边 变成一个袋子的概念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放本头啊 放什么我来放放看 这个是大的 因为又等下想吹脚 所以我就吹这个大的 不知道好不好吹 呵呵 不然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吹的都是口水喔 現在吹好一个大的 一样给它放在脚那边 我刚才放了一个大的枕头 就吹一个大的 然后它这样搅啊 就比较有地方放 這樣就比较舒服吗 你觉得 说实话 没有比较舒服 只是有我的夹用比较多的空间 所以我要睡第二个枕头了 也许两个就够了 我也不知道 你把你也是睡的地方睡 放你一巴 要是这样 这样子啊 就感觉有稍微再拼一点了 其实现在这样状态 是放了两个大的啦 它有附两个大的 一个小的 那这样子啊 你就可以拿脚啊 放在这上面 可是我不想要再高耶 哎呦 你看你这样 你这样子有办法躺 对 我要学正法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让你卷曲的 就是比如说你皮股过哪一点 算了 你太大了 可能不太行 你觉得这样不要舒服吗 哎 痒 痒痒 它就是让前面 就是整个啊 让这个椅子啊 跟那边这个平的啊 我个人是觉得它用途还好 就是可以让你的脚有点重 可以让两组上比起来的这种感觉 这可以这样变看电视 对 这样立起来的感觉 可是就会不会舒服 要看客人 对啊 我觉得这样看电视比较多 我教授教没有比较多 它应该是比较适合说 你真的是更小的baby 可以整个躺在椅子上的 那你诉求一个比较低的空间啊 会比较实用 那我们家总共买了两组啊 今天是坐一个非常长针的飞机 我跟我老婆是分开坐 等一下下飞机啊 再问她觉得好不好用 是从多伦多起飞的 然后这次啊 飞非常久 总共16个小时 那它蛮特别的啦 其实每次从美东回来的时候啊 它都不会走太平洋 它走的啊 都是比较偏偏半球 然后最后再经过中国大陆 回到香港 香港 又会起来了哦 更想发现 我们到香港了 16个小时的飞机干什么 就是 就是我不想要再做16个小时的飞机 啊你耶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做16个小时还好 可是如果你旁边做了一个 让你觉得 我就觉得 16个小时很痛苦 戳我我要怎么睡 他就一直这样 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直戳我 我不懂 就是他一直把手伸到我的位置 然后一直戳我 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戳我 因为你旁边的人有一直戳你吗 因为你旁边的人 你一直戳我啊 因为你要用那个啊 我们刚才有私用那个 Skylag 天空脚 我们觉得还好耶 用得很紧 你有用天空脚吗 我们分开用啊 他用一个垫子 我用两个垫子 他就挂着吊床 然后放一个 你问他我觉得还好啊 然后因为你脚会悬空嘛 你就不高啊 你不高你悬空碎你会不舒服 其实就放那个垫子 这样子脚比较不会悬空 那有个软垫 我觉得踩起来蛮舒服的 天哪也有用啊 天哪也觉得好用 天哪也觉得好用吗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这样脚比较不会不舒服 也不会挤啊 哪里会挤 你们两个哪有185 到底哪里挤 我们包包很大啊 你包包放在下面啊 就下面 然后再挂那个啊 你弄错了吧 那我知道啦 那可以用错 凭我的聪明材质 你一定百分之百弄错 凭你的聪明材质 就是弄错 今天开箱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全家都很累 非得16个小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下午5点整理发布影片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下午5点钟 在一旦没走 我们下午5点钟